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清楚又执着的人 圣灵必赐给他人 有些人说我很属灵 可能是我给人一个一直有追求的感觉 其实这执着给我蛮多痛苦的 似乎表现出很刚毅压迫 但主若没有赐我一个执着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依靠事实 保护教会 也保护妻子 也赎回自己的性命 我们来读一处经文 在这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 耶稣将进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逃犯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在前头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 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了 下子律师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于上帝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耶稣看见这瞎子的执着 就医治他了 你愿意得医治吗 执着的奥秘在哪里呢 第一 天地要飞去 耶稣的话 却不能飞去 耶稣的话说 天国是属于你的 你的环境或感觉 无论怎样改变 永远不能改变的耶稣基督还是掌权的 软弱 喪智 不能够改变有天国和地狱的事实 也不能改变天国那永远无比荣耀的事实 耶稣基督要再来 是绝对的事实 蒙恩得救后 快快要明白这标杆本是你的应许 你的生命是为这永永远远存在的 这是你的应许 你的基业 你的标杆 叫你在你的条件里换取无限的喜乐 第二 还在无能光景里的时候 基督的爱就再次显明 一刹那之间 感觉变了 就从喜乐变为软弱无力了 每一次想到基督替我带赎 带受审判 就再一次被满足 刚强起来 走凡是顺服神的路 然而 有一件事是你我无法为基督牺牲的 这就是他为你这个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 远远超过你所想的 你所知道过的一切苦难 每一次想到基督这常破高深 得胜有余的爱的时候 反而为这苦难 而感谢赞美主 第三 神全备的话 能苏醒人的心灵 神的话 带有无限的功效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叫你砸心 而必要面对主 神破碎你 羞辱你 为的是要在你的生命重新见殿 叫你末后有指望 生出一个存依清洁爱来 爱神 爱人 爱我 灵心 污秽与贪心 都是见不得光的 那你若愿意追求见得光的 存依清洁的欲望 你一悔改 松开锁链 神的话里的灵就苏醒你了 第四 肢体的带导帮助 肢体的榜样和观星 如同 铁磨铁 磨出润来 我们有否因肢体和同工的缘故受过伤 真心爱过你肢体的话 才会有受伤的 因为爱是必会干涉到人的性命 你是需要肢体的 因为在服侍主的过程里 肢体的带导 效益和支持 才能叫主显得何等的温馨 亲密和鼓励 并且肢体生活的榜样 会显出单一分走天国之对榜样 比较你被历练成一个预备主末后大收割的快领刀 第五 无论是希腊人 话外人 聪明人 鱼卓人 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 耶稣基督升天前 对着还在疑惑的门徒们 却是叫他们传福音和牧养 彼得受伤也还是确认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然而回答他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在软弱里却能得时不得时传福音 才有关你的 在我十四岁的时候 有位牧师说 你应该要传福音给万民 但唯有爱 才能够拯救灵魂 没有软弱 就没有爱 没有爱 就没有冠冕 神本是最执着的 愿你得着这执着 走无尽无穷 十字架的路 好久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